见过脸皮厚的 没有见过这么脸皮厚的 你用犀牛皮和城墙拐弯来形容台湾人的脸皮 那是最恰当的 自己的屁股都没有擦干净 隐瞒疫情 隐瞒疫情到什么程度 不普简不快筛 还什么如书直女公关 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为了cover真相 一切都没有搞清楚 疫情这么严重 居然一天几个月了减了三万人 千分之一都不到 我敢这还敢说自己是抗疫优等生 顶那个肥 台湾人不要脸的程度 可以真的是不要脸到天机的 跑到玻利维亚去 拿一个时代革命的这个牌子去抗疫 结果回不来 疫情回不来 还到中国大使馆去求援 在日本被台风狙击 关系机场 又舔着脸说中国人 去做中国大使馆的扯丢人 拿 我们下期再见